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delution的主理人Gary 都4月了 为什么RL还不上春夏款呢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整个不同的面料上 思考怎么继续把产品做的更有深度与广度 所以这次春夏开始 除了会有好的设计以外 我们也会带来很棒的一些合作面料 也会做一些新的配色 那我们事不宜时马上进入正题 从20年开始我们就使用可再生面料去做苏干T恤了 今年依旧不会例外 虽然再生面料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 还不是消费选择的第一动力 但我们希望能够结合设计 去为它本身的价值争光添产 这是新款的双色再生苏干T恤呢 使用两种不同的灰度与黑度去评接 主面料采用的是Syan絲高节 西施排汉的再生环保面料 并加入了德国拖纳冰杆的技术工艺在其中 享受舒适柔软的穿着体验 同时也在推动着可持续材料的发展 拼接模块选用的是70D零形格四面谈树干面料 并具备了DWR的生活防风雪功能 关于之前很多粉丝提到的 吊色跟领口问题都在这一次工艺上做了全面的提升 领口选用了240克40支棉盖丝一乘一的螺纹 经过30次来回穿着测试后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吊色测试 拿一块白色布料去反复摩擦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 这块白色布料上会有颜色的残留 而这次新款的面料在白色布料上是没有看到颜色残留的 设计构思顺应材质本身的纹理质感 胸前储物袋采用的是雷射无缝工艺 更为干净利落 一身拼接粗采用的是三针五线的明线拼接重合处理 下摆条件是引用冲锋液的防风设计 材料选用的是多奈福双孔向镜扣 跟2.5mm的圆形高密度向镜 环形向镜抽绳的设计除了可以做到防风也可以缩短衣裳 而这次的可拆卸裆裆裆裆是面料的特别之处 黑色款的主面料采用的是特弗龙双线格迪龙式面团面料 具备优异的树干透气与防脱水功能 在易磨损的位置是拼接耐磨的 考都拉166D的四面团横条波纹面料 而绿色款整体都是特弗龙75D闪电斜纹面料 却分别选择了均绿色与墨绿色对比拼接 闪电斜纹是属于我们22年定制的新型面料 结构耐磨的同时 令产品拥有很好的三繁功能及透气性 裤腰是做了整腰的相襟 把XL的裤子调节最紧跟最宽松之间 有20cm的范围 不管是1米83的120斤还是1米83的200斤都可以穿 对于腰围的跨度更为宽容 侧拆带与扩容带都是选用iDU的素质胶牙烂链 双层扩容的装载容量加上织带与适合扣的增色 让不同的类型物品也有合理的空间分布 裤脚为环绕式相襟调节 材料选用的是NIFICO双孔相襟扣 与2.5mm圆形的高密度相襟 去提高裤脚的宽松度与贴合度 这种的版型加上细微位置做了的立体省位检材 提高裤子的活动范围 可拆卸设计只要你有两条裤子都买了的话 就可以实现裤脚的自由替换 用隐藏的SBS尼龙拉链做链接 左右两边的裤筒分别是均绿色与黑色作为辨别 以上两款就是我们23SS POP1的产品了 我们会在24号晚上8点官方店铺开售 而POP2的商品会在29号开售 两次上新都会有直播的讲解 希望到时候可以在直播间看到大家 时间关快快 还有小童大家说拜拜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